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到左书架侧板 两排孔位间距短的一侧是上方 倒下时靠后方 3.5厘米子宫螺丝固定 找到剩下三块左书架层板红面朝前 注意层板不要安在中间排孔位 3.5厘米子宫螺丝固定三块左书架层板 将安装好的部分摆正 最上层最矮 找到左连接板封边朝下 对准左书架侧板边上竖着的孔 3.5厘米子宫螺丝固定 找到右书架前立板 圈出的孔靠前方 并在下方 偏心孔朝右 3.5厘米子宫螺丝固定 找到右书架后立板 所有孔与前立板两两相对 偏心孔朝左 3.5厘米子宫螺丝固定 找到右书架后立板 所有孔与前立板两两相对 偏心孔朝左 找到右书架层板 3.5厘米子宫螺丝固定 找到右书架拉板 封边朝上 3.5厘米子宫螺丝固定 3.5厘米子宫螺丝固定 找到右书架层板 3.5厘米子宫螺丝固定 找到右书架拉板 封边朝上 3.5厘米子宫螺丝固定 找到右书架拉板 封边朝下 3.5厘米子宫螺丝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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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y 5厘米子宫螺丝固定 定下拉板连接左右部分 找到左连接板红面朝内封边朝下 对准左书架侧板的孔 3.5厘米子宫螺丝固定 找到桌面板 反面非穿透孔拧上偏心螺杆 桌面板左边插入左侧书架部分 右侧螺杆对准右书架部分偏心孔插入 偏心孔内放入偏心螺栓 顺时针旋转锁住桌面板 桌面板左边部分侧边用3.5厘米子宫螺丝固定 安装完成 桌面板左边部分侧边用3.5厘米子宫螺丝固定 接下来